索尼6月份二档会员游戏名单出来了 6月20号可以下载 这是每幅的名单 港幅也差不多 值得期待的游戏有两个 一个是孤岛惊魂6 一个是忍者正规 斯雷德的复仇 这也算是一个新游戏 据说这个远枯6比5要好玩 新闻来自于索尼官方博客 6月份二档库名单出来的比较晚 为什么呢 我感觉索尼是在深喜 首先6月初NBA2K23进了一档会员 另外6月2号到6月12号 会员还打了一个七五格 新老游户都会参与 索尼会分析 这个七五格力度够不够 用户访问怎么样 这个2K23也没有吸引力 根据6月上旬的数据报告 然后分析 在6月中下旬的二档库游戏中 去做调整 如果你觉得6月二档库的游戏 感觉还不错 那说明6月上旬的销售业底 索尼不是很满意 想要再刺激一波 如果你觉得6月二档库的游戏比较拉 那说明索尼对6月上旬的销售业绩 比较满意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好 这个消息就分享给各位 等到6月20号 具体什么游戏出来了 大家走会分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